半星实际上有 主要是验证释放了一个半星 有三个重要的意义 一个是要我们验证 我们微小卫星的本身的技术 要在那里发展 第二就是我们为下一步的 对会交接的打下一个技术基础 第三就是实际上一个半星 是一个大的卫星 它的一些功能的衍生 我们肯定将来在一些大的飞行器 我们还要做一些诊断检测 就搬了一些大的卫星 您我估计也听到了 因为之前的时候 大家在说到 普通的老百姓 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提卫星发射 就提到发射 那就得是火箭把卫星 打到太空当中去 可是这一次前不久 还听好多人说 有可能是我们的航天员 把半星直接放到太空当中去 为什么最后不是这样的一种动作 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些误解在里头 对 实际上因为我也听到这方面的消息 实际上我们这次实验 是我们国家 在我们一个航天区里面 首次发射一颗半星卫星 我要说明一下 半星卫星跟其他的卫星 还是不一样 它有一个半星的特点 所以它是通过一个机械结构 一个机械装置 来把卫星发射出去 而不是宇航员 拿在手上 扔出去 一杀手 这个都是外面的一些物传 拿这个图 您给我们做一个比喻 刚才我们知道了 因为固体润滑材料 是在舱门旁边 大约不到一米左右 伸手就可及 你得能够着 你离太远 你根本够不着 对吧 应该是很近 那好了 拿这个图做比喻 舱门在底下 向下的部分 是舱门 我们的半星 大约在轨道舱的哪个位置 在顶端 在顶端 也就是在内头 对 在内头 你现在这里画不出来 对 那你看舱门在这 然后那边是在顶端那 如果要用手 或者说是够是很难的 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这个卫星给发射出去 加引号 它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发射以前 先把弹簧给它压住住 外面给它裹住 然后我们通过 宇航员的发一个信号 或者同时我们也可以有控制信号 来给它引爆以后 然后弹出去 把那个弹簧 爆破螺栓那样的 爆破螺栓的这样 然后它就出去了 然后就弹出去了 可是伴随这两个字又提醒我们 它不会离我们太远 它是这样 就是首先呢 它慢慢慢慢往高走 那个伴随卫星 那么我们这次 要形成这个伴随轨道 实际上就要等宇航员 那个返回舱 回到地面以后 对流轨舱 进行伴随卫星实验 就伴随飞行的实验 它离咱们的这个流轨舱 有多远 是这样 就是我们尽量 有几公里的远 远 在太空当中 这当然是很近的了 可是有一点是这个不同的 咱们这次神舟七号 跟神六很大的一个区别 是轨道舱 两个太阳的这个翻版 都已经取消掉了 它在太空中 能继续运行的时间 并没有特别长 那个轨道舱 实际上我们完成了 这个伴随轨道以后 其实轨道舱 仅仅是一个 没有任何信号 我们所有的伴随飞行的 主要靠地面的控制 那个测控 这个我们流轨舱的那个轨道 然后我们那个伴随卫星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轨道 然后通过地面 这个那个轨道来引导 这个两颗飞行器 最近接近 形成一个伴随飞行 我想问一下 这个伴随卫星 我们现在还没太摸门 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但是跟将来 比如说飞行器的这种空间对接 是不是也有一定关系呢 对 那个将来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载量航天 二部一阶段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要进行这个飞行器的对接 实际上对接 就是对空间的两个飞行体 渐渐接近 然后我们这次伴随飞行 其实是对这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演示验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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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